溫度正常 防疫期間衛生升級 全台12個縣市24日起餐飲業全面禁止內用 改外帶或外送 衝擊餐飲業的銷售業績 以前可以內用但現在不行 所以人潮大概就是業績也少一半 所以跟你講說剩1 3分之1而已 人就剩1 3分之1 這一條街大家都來分就沒什麼人 知名連鎖餐飲集團旗下20家品牌 在防疫期間推出精緻餐盒 看準防疫催生的外食商機 但價格仍是民眾購買的一大考量 附近就外帶比較快 價格偏高然後吃不飽 除非要慶祝什麼 因為單價還是滿高的 畢竟我們一般的勞工 不見得有辦法吃到這麼高單價的東西 原先提供飛機餐的附行空廚 趁勢推出99元防疫便當 只要微波2分半到3分鐘 或用電鍋加熱即可使用 我們主要是以防疫便當99元 這款為主 它有四種就是有左中堂機 總共大概五種啦 然後一個日式的烤鯨魚 然後日式的照燒機 還有觸溜燒機 還有南洋風味豬 那所以它其實裡面的東西是滿豐富的 每一天幾乎是 每一天有銷售大概1000個左右 那目前工廠跟公司好好定位在 就是訂購便當數量在增加 疫情嚴峻 餐飲業大受打擊 為了求生存 只能尋找新商機 記者 蔣明倫邱立行台北報導